我的回忆录不能说的秘密 第七篇 志斌哥哥说错他的同性恋 雄有标准 阳光帅气男人 才是这个圈子里最受欢迎的类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我的交际圈也扩大了不少 晚上依旧是去太阳同志公园桃园 这次的收获很大 对以后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厅郎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和一个没亲共秀的二十多岁小伙 也许是我善解人意吧 和他们主动搭讪 志斌哥哥倒出了他的苦水 本来想找个阳光帅气的男孩 缺来了一个女性化的男人 让他很烦恼 这个站在面前的小伙是重庆人 他们通过网络认识的 见面后不合适 我一再问志斌哥哥 网络是啥东西 因为没有接触过电脑网络 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他很平静地告诉我 网络就是用电脑和外界沟通的一个传递吧 简单地这样说 我呢 好奇心又上来了 第二天就报了电脑培训班 因为当时的学费是很低的 三百块钱学费 就是学习无比打字 然后 邮件 发送 就这么简单 然后有internet 我才知道 这就是一个互联网 我每天除了演出 剩下的时间就是学习 志斌哥哥 在一个月以后的时候呢 他把友约同志的网站介绍给我 我通过internet 送你的打开这个网址 并且通过他的介绍 我把我的资料 登上去 因为当时 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没有电话 只有一个数字传呼 还是上姐我们讲的 松桃西安的 朋友 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我就把 数字传呼 登在了 交友的网站里 我只能等候 远方 集友们 联系我 其实 我的每一片都是自己的真实写照 也希望通过网络 能和一些 喜欢 聊 同志情感 话题的朋友 彼此 交流 叫我杨大庚 我的电话是13701091247 在业余的时候 希望我们 通过 网络的平台 可以给我留言 说出你自己的心理想法 也给我 提供一些 不足的 东西出来 非常感谢 和我一起分享 这一条